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说我成故事 来到农历七月 香港各区不同的族群 都会在这个月举行渔兰胜会 超度幽魂 但是每个渔兰的起源 都好像跟那个年代发生的历史事件 或者当地发展有息息相关 例如好像西环渔兰胜会 就跟1963年西环海旁的 爆涨、烟花、火车、爆炸以外有关 而今天就跟大家讲一讲 深井、潮桥、渔兰城会的起源 1930年 印度瑞商人律敦志 成立了香港啤酒厂有限公司 并在深井这个地方建立工厂 因为潮州人黑虎内劳 很快就成为啤酒厂的劳动大军 1941年香港沦合 酒厂亦被日军接收 并且改名为香港洋造厂 然后由菲律宾财团收购 并在1948年改名为生力啤酒厂 然后就有大量潮州人来到啤酒厂工作 当时生力啤酒厂 潮州人占了八成以上 1996年 啤酒厂地匹被出售 和兴建了碧堤半岛 啤酒厂原子就搬到元朗了 每逢7月 各区香港的潮籍人士 都会根据习族举行御兰城会 当时担任啤酒厂冠工的周公投 突刺到工人们经常二神二鬼之后 于是就向外籍厂长提出 在农历7月御兰节祭拜好兄弟 所谓的好兄弟就是游魂野鬼了 于是自战后初期开始组织酒厂员工 在农历7月的员工单人宿舍外面 祭拜好兄弟 后来深井其他潮州人都陆续加入 1950年 啤酒厂工人和深井村里的潮州人 合办了第一届御兰城会 并且将地点移私到深井村的路口 其后1960年代初 深井潮州人发起了组织 深井潮州街峰福利会 并且举行每年的御兰圣会 持续到今时今日